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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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办呗 没地方呀 谁愿意把一帮温神招到自己家里呀 道长 御医 我有一个想法 咱们把大清学堂改成救人治病的医馆 你们觉得怎么样 浦先生 你是说把学堂改成医馆 这 这太危险了 那我会染病的 不不不 尤山 好主意 就在这儿 这儿多好啊 咱们这儿有炉子 你能开药方 还有那么多人一起协助 帮他们看病 可以监药 好地方 就这儿 浦先生 你不教书 打算改行了 玉儿 现在瘟疫已经蔓延开了 最重要的是救人治病 把大清学堂疼出来 也算是物尽其用啊 你热心 把大清学堂改成医馆 回头要是谁死在这儿 哪儿还有孩子愿意过来上学啊 上学的事先往后放一放 控制瘟疫是当务之急 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听起来这个病啊 如凶猛野兽 看来光靠我们的力量完全不够 一定要县衙除灭 通过官府的力量 把这个瘟疫 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那个五支县 明哲保身 巴不得这个事情 不被传出去 他还会出面吗 他会出面的 这什么事啊 这么急着找我 快快快 杨博都今天上街寻常了 说病的人又多了很多呀 逛那个县城 一天就死了十来个 你说这如何是好 好多人说这是瘟病 受完护职守 这可怎么办呢你说 谁说的 抓 人太多抓不完哪 那那那 要不然这样 把那些病人全部赶上山去 全部赶上山 这样又得骂我草剑人命的 不行不行 我帮你传话出去啊 我就说他们呢 得病呢 是因为自己身上罪孽太重了 得罪了神灵 所以呢 要赶他们上山去 向山神谢罪 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得了瘟疫 也没有人说你玩虎职守了嘛 哎呀 这样显得不太好吧 不行 这就不关你事了 是他们自己害自己 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有罪 那就算死 那也是死有余辜对吧 我想这个 这样显得我太不负责任了啊 这个本官绝不能做事不关 要看到妖言惑众的人 本官还是要抓的 你的意思是 你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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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眼下的形势非常严峻哪 我等 拿的是朝廷的俸禄 吃的是百姓的吉养 养兵千日 用兵一食啊 啊 现在 每天都有新增病人 还有人造谣 说是瘟疫 饶得老百姓是不安 啊 在未得到确认之前 谁也不许散布这等谣言 老爷 从今天开始 衙门的大小官员停止休假 一律上街巡逻去 老爷 这街上都没人了 我们上街晃的什么呀 安定民心 让老百姓看看 县衙还在公干 县台爷还在升堂 他们的主心骨 还在担惊结律地工作 懂吗 懂 老爷 那我们 干些什么 非常实习 非常法律 趁火打劫者 抓 寻讯滋事者 抓 妖言获重者 抓 大人 如果遇见死猫死狗死鸡死人呢 抓 你抓把土埋了 老爷 既然是非常实气 小的认为 我们就一块上街吧 我还有许多工会需要做啊 我得思考问题啊 我要考虑考虑 怎样全盘应付这次事件 我得处理工作呀 你们去 有什么情况 随时回县衙禀报 是 走吧 兄弟们 跟我上街公关去 嗯 趁火打劫者 抓 妖言获重者 抓 寻衅姿势者 抓 趁火打劫者 抓 寻衅姿势者 抓 妖言获重者 抓 抓 抓 小心 千万别摔着 你的腿还不好 千万慢一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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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小心 小心 来 来 来 走 来 兄弟谢谢啊 兄弟 走 我要你走了 要死我跟你一起死不行吗 胡叔 只要我心成了 山神是不会怪罪我的 你放心 过几天我就回来了 不要哭了啊 别哭了 快 那是因为触犯了山神 唯有近山苦修赎罪 才能够获得健康 你看 怎么能这样 有病应该去找大夫 救山神管什么用啊 找大夫 这药也吃了 这病也看了 不但没好 反而更严重了 这肯定是得罪了山神啊 走 禀报大人 华林道长求见 教授我不在 是 快快快快去 明明在 非说自己不在 你就那么害怕见我吗 你呀 是什么事也瞒不了你 说吧 找我什么事啊 现在外面流言蜚语啊 是 你没听说吗 说是因为鬼魂在作怪 触犯了山神 所以大伙才得病 你不管不问 陈御医 凭着多年行医的经验 他可以有证据证明 这次的病症是瘟疫 瘟疫一旦散播开来 后果不堪设想 到时候你就后悔莫及啊 是啊 大人 请大人早做准备为好 请大人发出告示 向全城的百姓赵高 就说瘟疫已经传播开来 请把病人集中到 太秦宫大清学堂去 没有根据 就对外公目说是瘟疫 势必会引起混乱 再说 本官办事 还用得着你们指使滑脚的 黄奈选 你是个道士 没事不再道观修行 老跑到我这后崖来 说三道四 谁受得了啊 人命关天啊 我是不忍心看着吉姆的老百姓 受到瘟疫之灾 你放心 绝对不是瘟疫 人吃五穀杂粮哪有没病的 要不然那些什么药铺啊 郎中啊 不都得饿死啊 现在那么多人得了同样的病 你能说这是常见的小病小灾吗 哎呀 广仁淘有药 吉姆县有良医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今天办了很多事 有点累了 你们回家 你会绝不过去的 我知见 你这个糊涂官 为了保管你自欺欺人 除了是你绕道走 总有一天 你会绕不过去的 为官知道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本官信奉的事 无为清静 你在道观修行 我在宫门修行 我们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道不同 不互相为谋 不送 华领导长 官府推诿应付 百姓忧心忡忡 流言泛滥 可这瘟疫还在蔓延呢 我们该怎么办 官府不管 咱们得困 是 陈医 该发挥你的作用了 好 走 乡亲们啊 最近大家身边 是不是有很多人发了病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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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症状是 发热发寒 浑身无力起不了床 引发了别的病 有的还突然死亡了 是不是 对 对对 乡亲们啊 他们得的是瘟疫啊 瘟疫 这不是出版杀什么 这出版杀什么 这不是出版杀什么 有瘟疫 你杀人更凉了 是不是 怎么办 乡亲们 乡亲们 就是这样的 瘟疫来了 大家不要怕 能躲就躲 能避就避 实在躲不了的 也要尽量远离得病的人 另外在家里面啊 都要撒上生食灰消毒 记住啊 一定要远离得病的病人 已经病死的人 也要尽量地伸埋 他现在把家里的病人 都送到大清学堂去 我们记住给大家治疗 以免传染给更多的人 太好了 能不能治好啊 对 都听明白没有 这些东西 赶紧走 赶紧行动吧 快去做吧 都去都去吧 大清学堂啊 大家把病人送到大清学堂 老爷 出事了出事了 出大事了 这个华林道长 把告示贴出去了 什么告示啊 他那告示上写着 那什么瘟疫啊 怎么怎么着 老百姓都知道得了瘟疫 我压都压不住啊 现在 个个月声再到 说您做事不管 还骂你 骂我什么呀 狗关 你骂谁狗关 不想干了是吧 华南轩骂的 他不是我骂的呀 真有病的老洞 只毁我前程 这事要闹大了 我脑袋难保我 老爷 现在病情发展得太快了 大阵东头到阵西头 很多病人都出现了症状 咱怎么办呢 我又不是郎中 有什么办法 是啊 您是不是郎中 可是华林道长 现在让大伙啊 把生病的人 全都送到太清宫去 让那个陈炳三 御医啊 统一收治 现在很多人 可都行动起来了 陈炳三是御医 是 这事他不能不管 要万一传到上面 圣上怪罪下来 他难辞其咎啊 对 要是治好了 是本官的功劳 要治不好 与本官无关 老爷 可是上面要是追究下来 说咱们做事不管 是不是得追究您的责任 那还得写个奏折上去是吧 老爷够 写什么呢 写什么呢 这事 这是早晚的汤药 五间呢 吃丹药 三五日之内 必见起色 谢谢掌柜的 谢谢 冲姐来了 我们用了陈御医的药方子 是不是生意好了很多 都是让这瘟疫脑大 咱们这生意越红火呀 国是越揪心的 有什么可揪心的 人吃五股杂粮一定会生病的 你只管买药 一大早就上柜了 这不都快买完了 卖完就好 卖完就好 卖完咱不就赚钱了吗 幸好啊 我早就囤积了一大批药材 我可真是个做生意的天才 掌柜的 回来拿药丸 好 就剩这几粒了 剩下的你明天再过来拿 好吧 好好好好 来 拿好了 谢谢掌柜的 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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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外边那个 你不用说了 是老天爷让我赚了这一把呀 外面棺材铺都涨价了 我怎么能落后呢 是不是 我的药爷得涨价 这不合适啊 现在涨价有为一得呀 老百姓会骂的 哎呀 我说你呀 真是气人游天的 哎 我不是做生意的吗 那就是为了赚钱呢 你做了这么多年的掌柜 你都不知道随行就实的道理呀 啊 哎 挂出去 我没脸去 要去你自己去吧 嗯 喝三 冬家 挂出去 是 冬家 冬家 这 哎呀 冬家 这 哎 怎么回事呢 哎 一两银子一副 哎 不是三副吗 怎么变一副呢 这还让我让他活 怎么能多几十下 心眼太黑了吧 老爷 老爷 这药没人买 啊 保胎完 这是专制妇科病的 小儿回春单 哎呀 这是给孩子们看病的 眼下人们买的是防治瘟疫的 药啊 这是不是药 是啊 那肯定是药吗 那是药就行了 这 哎 俗话说啊 病急乱投医 哎 只要有人看病我就给他药了 哎 你看啊这个保胎完 这这保胎不就是保命吗 这是什么奇怪的 哎呀 这一听不就是开玩笑吗 人命关天的事 马虎不得的呀 这这不是在作孽吗 嘿嘿嘿嘿 当你拿到两倍工钱的时候 你就不说我作孽了 卖家要伤天害理使不得 我是东家 我说了算 我干了一辈子的药铺 这黑心的药我是没卖过 这活儿 我干不了了 我不干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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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三条腿的蛤蟆我找不到 两条腿的人有的是啊 这心眼 你知不知道 有多少人求我顶你的圈啊 瘟疫蔓延 不要害怕 从即日起 请生病百姓到太清宫 接受集中治疗 这华宁道长 这真的是大好人的 这是大好人的 是啊 好人啊 好人啊 怎么会有钱呢 对 人这么好啊 月儿姑娘 月儿姑娘 你们快看 听说你们这里 受制得瘟疫的病人 对 你看这儿 跟我来 快快快 小猫姑娘 来 快快快 往上啊 往上 快点快点 慢点 快快 来 往上啊 走 张嫂 哦 他们在这儿 快快快 在哪儿 慢点儿 到了到了 你们去在这儿吧 谢谢 道长 来 坐这儿 来 对对对 扶那边啊 好 快快快 怎么 这边这边 就剩这点药了 百无一用事熟生啊 到那边歇一下 看看他们 病得病死得死 我什么都做不了 小腹难为五米之炊啊 来来来 就是华国在世 也得有药啊 卓叔 你在这盯着 我想办法弄药去 往这边 往这边 我们一块去 快点快点 我还准备加几杯药 好 走 小心啊 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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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钱一包可以吗 本店盖部收药 没有钱走人 没有钱还想抓药 排队排队啊 您您您走 谁买药啊 一两个银子一副 这 这什么价格 走吧 再上别的地方看看 别去了 像蘑菇昨天已经去了 所有药店我们要买的药 都被这吃药组买空了 我写过是写了这么多年 写过坏人写过恶人 从来没有见过像吃药组 这样丧尽天良的事 这样的恶人 难道就没有人能治得了他 都是贴衣的 再做把药组买这招新筋 我报道一下 刘洋 对 你吃饭 一定要吃饭 一口 我说 你放下来 我喜欢这一口 就要吃饭 我吃饭 我吃饭 剩下的钱明天再给你 先让我们把药材拿走 救人要紧 扯 不够呀 我们今天店联手不够 伙计都躲出去了 就这么一下 我和这两个小学徒了 你看 这装装卸卸的 没关系 装车卸货 我们自己来 对 行 那行 装车吧 东家 我是二位 这个我们店那是小本事 相来都是不舍账的 那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们 好 赤掌柜 那就按照你的规矩来 我们现在只有这么多银子 能抓多少药就抓多少药 这个 东家 这柴湖车钱子 长得一两银子一两了已经 你们怎么可以坐地起架 应该叫随行救师 这是我们商家的规矩 来来来 给他们抓药 不是 赤掌柜 现在是非常实习 救人一命 胜到七级浮屠 你不是常常 以善人自诩吗 你 你这么做太过分了 你别这么说 现在整个寂寞城 除了棺材铺和我在做生意 全都关门了 你说这算不算是 记得 可你这是漫天要价 趁火打劫啊 你错了 你错了 你刚才不是说 救人一命 胜到七级浮屠的吗 对啊 你知不知道 一座七级浮屠造出来得需要多少钱呢 不知道吧 三五万两 要三五万两呢 他们在我这花钱治病 顶多几千两银子 也就是说一座浮屠能救几十条人民 多大的功德 十一组 人在做天在看 你就不怕造天浅吗 你这样说严重了哦 嗯 好了好了 现在不是说三道四的时候 时时刻刻都在死人的 你赶紧给我们拿药 我们好回去救人呢 好好好 来来来来 那你们的药 药不要 不要啊 不要是吧 不要散 多凑点钱啊 经常过来啊 把这夹了夹的鞋好挂出去 是 老爷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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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不再说了 药有的是 这个宫廷秘方研制的 清热解毒丸 是天下最好的 预防医治瘟疫的丹药 就看大家有没有银子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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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强了 我们中间还说了 看在乡邻乡亲的面子上 治病救人要紧哪 如果没有银子 那放弃地戏 抵押也可以来抓药的吧 这差点 这差点 这还没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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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大家排到队 拿地气索底啊 我们照样元素地给你们药材 来来来 大家排后队啊 来来 这边这边 来到这边了 来来来来来 排队排队啊 你摆一下 你摆一下 二十两银子 就这么点药啊 见上见上 胡坚不上 又涨价了 哎呦 这个吃药醋 这是媚智良心 赚这些黑心钱 也不怕断子绝孙 不行 我得让它吃到肚子里的 全给我吐出来 哎 月儿 下一个 柳河 柳河 你过来抓药啊 嗯 有银子吗 下一个 瞧见没有 他们把房契地契都卖了 你卖什么呀 我 那好 我卖我们家老屋啊 下一个 你家老屋 好嘞 就那破房子啊 嘿 是你狗眼不识货 是你狗眼不识货 我家老屋 那位置好啊 背口打青山 面朝霸水弯 早上日出送吉祥 晚上明月照平安 就这些啊 还有吗 我家老屋 那风水好啊 青龙白虎来直更 朱雀玄武把门开 升过龙 弹过凤 赛过摇池和龙躬 下一个 你笑什么 就你们家那破猪圈 还升过楼 还戴过凤 那这么多年 我怎么没看见 我就看那俩跳大神的 出出进进的 我告诉你啊 师父不缺猪圈 也不缺鸡窝 你呀 别费那心思了 要想在我这拿药 必须得拿金银财宝来换 知道吗 哼 你个土别 就知道金银财宝 哎 我问你 你知道 比金银财宝更重要的是什么吗 那当然是人命啊 拿金银财宝来换这药 保的不就是人命吗 人命值钱 那咋个人 当今人命是最值钱的知道吗 哼 哎 大家听到了啊 这个人呢 开始说人话了 他说了 这当今最值钱的就是人命 那今天我就拿人命 跟你换药 哎 一斤肉换一斤药 来吧 给我抓药 哎 我是沐王 哦 我知道了 你是不知道本姑娘我的价格吧 那我跟你算算啊 我这人呢 要样貌有样貌 要身段有身段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这吹啦弹唱样样都会 怎么着也不比千斤小姐差吧 哎 大家说 我是不是千斤只缺啊 当然是 是 我看得有两千斤 我看三千斤也不值 大家说啊是不是 对啊 就是三千斤也不值 就是 哎 我也不讹人 就抓一千斤药 等我把药送回去 我就回来任你宰割 嘿嘿嘿嘿 哎呀 少来这啊 啊 我不管你的什么三千斤三万斤 我们不要啊 赶紧走 别耽误我们做生意 嘿嘿 你这人怎么说话也不算数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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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抢药了 抓住他呀 抓贼呀 有人抢我的药了 别别别别给 再瞎我 别动 说 怎么回事 这月儿抢我家的药啊 你胡说 这是我拿我自己的命换来的 你说话不算说 我是杨祖潼啊 他这是 名强名夺呀 这两袋子药 最低也得值200两银子 你得严办 涉案金额巨大 案情曲折复杂 来人呢 押着月儿殆的 找我回台门审问 是 不不不 这药得给我留下呀 留他干吗 这是脏物 我说你想窝脏吗 不不不 什么是这呢 那这呢 刚才是不是你说的 人家是贼 捉贼是不是在人赃俱祸 对 押着人犯带着脏物 回衙门审问 什么 洋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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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放我回去吧 抬青宫里面 一大波的病人 等着我用药呢 我凭什么放你走啊 你又不是我姐姐 也不是我妹妹 我是你妹妹啊 你是我妹妹 不是上回你在衙门 说我跟你动手动脚了 是吗 上回是上回 这回是这回嘛 洋哥哥 都说你见义勇为 同情达理的 你看 现在 整个衙门 都没有人出来 只有你还带着弟兄们 在外面巡逻 你真的是为百姓们 还有解难啊 说得好 这话我爱听 来继续 洋哥哥 就凭你这个 忠于职守的劲儿 下一任支县 肯定就是你了 再次也得是个县城嘛 妹妹啊 我 这话可不能乱说 这让支县大人知道了 我就捕头也干不成了 好好好 不说 不过我心里啊 就是这么想的 哥哥 您说 你在为百姓们排油解难 我也在为百姓们 消病除灾 咱们俩不做的 都是同一件大好事吗 月儿妹妹啊 你这小嘴怎么越来越会说了 你说 这话说的我觉得 倒是挺受用 说 谁要搬哪儿去 老山 大清学堂 兄弟们 老山 走着 哥哥你真好 老爷 你不能光打这一面脸哪 我这两面脸 让你打得都有点不对称了 老爷 不能再打了 我知道错了 那个臭丫头 她是个女的 在街里 我又不能和她拉拉扯扯的 再说 杨木头把她带走 我能怎么办呢 她又吃了咱们那么多的好处 我告诉你啊 明天你多带几个伙计出去 挣大你的狗眼 不准人家再骗我一两药 不然的话 我就扣你一个月的工钱 多了点吧 那就三个月 陈叔 你看 病人太多了 药太少 这眼看刚到的药了 又不够了 是啊 我这刚摸到药里 要是有药啊 那些人的病都可以治好 我那天 没人 有药 没人 我 我 我 你 你在干什么呢 解不出也不必 扔这么一地的纸团吧 真是吓了一跳 你怎么自己就进来了 我也纳闷 其实我从外面进来 没有一个人 都去哪儿了这些人 都看上去巡查去了 我跟你说呀 现在病人在增加呀 病症是一模一样 种种迹象表明 这就是瘟疫 先老爷 你还做得住啊 这个发烧 还有个风寒风热的 病症一样就是瘟疫 你别吓唬人了 陈御医 那是根据太清宫 所有的病状 得出的结论呢 你别提他 一提他我就来提 这都是他闹 他一起头说瘟疫 弄得满城市人心慌慌 连打架劫舍子都跳出来了 要不是我派那些 牙医们没日没夜的巡街 还不定乱成什么样 好好好 咱先不论 这是不是瘟疫 你都看见了 全城老百姓 遭受病患之苦 缺医少药的 这个持药 总在这个时候 囤积药的 全城老百姓没办法 只能到他那儿去买高价药 我说大人 你都看在眼里了 你可不能不管 这个持药族确实有点过分呢 那你说我该怎么管呢 他这种行为是七行八市 你现在必须出面 你必须规定 广仁堂一定要按评价 售卖药材 不得哄抬无家 华道长 华道长 说你是个木头 你还真是个木头 你想 这买卖双方 他是自愿的 一个愿大 一个愿矮 这个本县 他不好干预 再说了 像你这么聪明的人 就不能自己想想办法 我想 那你这么说 贫道就明白了 刀长 快点想想办法嘛 找什么急啊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窝 读读书 什么都有了 刀长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看书 外面每天都有人死啊 就是 陈云怡都忙得不可开交了 现在连药都没有了 你还在这喝茶看书 你可真闲啊 小莫姑 你有没有听说过 聚宝盆的故事 我有我有 刀长 我有听过 你听过 我现在 给你一顶银子 接下来的事情 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怎么办啊 你不知道啊 来 伙儿过来 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 我先跟他说 我知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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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凭你们还熟古董呢 是啊 这眼下正是好时机呀 你想想看 这瘟疫来了 死的死逃的逃 这保命的结果眼上 谁还会把古董当好宝贝呀 这正是发财的好机会 你拿给我看看 车老爷 你看看啊 这个是宋太祖 赵匡印作记的马脚子 我二两银子就收来了 还有这样 看看 看看 这个是唐伯虎的手把劲 我花了三辆银子 厉害吧 再看这个 更厉害 我告诉你吧 我说出来下你们个跟头 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包青天用过的毛笔 比你先轻轻这么一点 真是美 头就得落地 你别看他不下 我跟你说 花了咱们乌养银子呢 就是 这个就更厉害 别拿了别拿了 你再拿呀 我怕你一会把那个 王猫娘娘的裹脚布给拿出来 味太淡 我的天哪 你怎么用他洗脚啊 这个啊 哎呀这是罪过呀 罪过呀 这不是那个 你说我的洗脚盆吗 洗脚盆 天哪 他竟然不认识 这哪是洗脚盆呢 这是太上老君的乾坤聚宝盆 那是用来调药用的 这盆子 那是积天地之灵气 日月之精华 那只是无价之宝啊 哎呦 我醉过醉过醉过 哎呦 既然这是醉过 那就卖给你吧好不好 这呢 好好好 这了 他能这样 好好好 我看你小子 你心不成了 你要是心成了 就得做一件事 什么事啊 干什么 给我洗脚 我还能干什么呢 不就洗脚吗 你看 寥寥响 来来来 嘿嘿嘿 小孩子 好一副小子录啊 小帽子 让我们家老爷丹干爹吧 嘿嘿嘿 我就不跟你抢小帽子了啊 這 唉 你 你多少钱买过这盆呢 嗯 十 十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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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 你可不许反悔啊 我不会反悔 我要是反悔 那我就是 不许 小木光 快走 走 走 你的宝贝 送你了 老爷 人家别人得的都是瘟疫 这家俩得的是义争 他们疯了 十两银子买个洗脚盆子 还说什么太上老君 老爷 这财神来了 你挡都挡不住 你在这坐着 那云烟宝就往你怀里钻呢 不对 我这想来想去 怎么有种 壮业的感觉 十两银子买我这洗脚盆子 爸 明天你 盯住他们 看他们 做什么 好了 老爷 我明天就去 做人别太贪 吃亏也心安 人心不足 舍滚笑 算机也茫然 做人别太贱 谁都不简单 山外自由 山外山 各地里变天 做人别太乱 起大会伤感 既然最终起自己 倒入天地快 做人别太乱 做人别太乱 便宜不好战 该吃苦 是要吃苦 生活才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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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自由 爱你自由 爱你不爱 爱你不爱 爱你不 一难无常 万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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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河到头中有梦 中火草 几头三尺有神兵 有神兵 爱你自由 百世修 一宠 一难无常 万世修 年修 下河到头中有梦 年齐 几头三尺有神兵 别怕 再来